人生的路不一定是事順境,一帆風順 每位成功人士的背後都會遇到不少的壓力和挑戰 自己的路,自己創造 你才是人生道路的主角 歡迎大家來到《由你當主角》這個節目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蔣慧如 為何我們這個節目會叫做《由你當主角》 因為人生的路裡很多時都會很崎嶇 亦有很多障礙 所以每一集我們都會找一些嘉賓 上來分享他們人生當中的逆境 第一集很開心我們請到陳芷青 芷青歡迎你 你好 多謝你 因為我們經常都會在電視節目中見到你 經常都會見到你是一個很成功的演員 和一個很成功的節目主持人 但其實正如我們節目所說 人生一定會有些所謂的崎嶇或難處 所以今天捉著芷青 要分享一下你人生當中有些什麼崎嶇的經歷 不如我們從小開始說起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的原生家庭 即是父母和整個人的成長階段 從小開始說起 其實我是和很多人的家庭很相似 為什麼我說很多人呢 其實我是破碎家庭大的 但是現在破碎家庭在全世界來說 不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尤其是現在的年代 大家的思想就是不合則分 到了台灣之後 有一天突然間 我媽媽就說 我們要去新加坡了 我最記得我在新加坡的時候 我就會頭痛 是頭痛到我要坎頭埋牆 才可以停止 那時大概是13歲左右 身邊有些家庭教我媽媽 比如說你給它紅花油浸 怎麼浸呢 整個頭不如浸在紅花油上 即是很多奇奇怪怪的 但是後來我爸爸就說 不如我送你去加拿大讀書 爸爸在台灣叫我去加拿大讀書 所以我是自己去了Toronto市 在那段時間我就開始申請Grant Loan 我又開始半功讀 在電台一邊學習一邊賺錢 然後上學 所以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但是到現在 為什麼我可以很輕鬆去說一件事 我相信就是 有愛過一個人 即是你無論拍拖 結婚也好 其實沒有人希望分手 沒有人希望離婚 所以到現在我就會覺得一件事 就是不應該怪責父母 因為我經常都會覺得 在我18歲 即是我自己說 我開始賺到第一份薪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哇 原來快樂是可以自己給自己的 我們不應該去想 為什麼它對我不好 其實父母對我有責任 你們生得我出 你應該令我開心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 原因就是 其實我也是一個人 即是你看到很多外國學生 他們成長的年輕人都是 但是外國人 會當外國的小朋友 他們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是獨立個體 當我們要求父母 不要給我們壓力的時候 尤其是當我們變成年輕人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給我壓力 我是獨立個體 既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的快樂不應該是 依賴別人給我 所以我第一次花自己賺的錢 我是很開心 我又都明出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快樂是可以自己給自己的 是的 而且剛才的分享很好 就是我認識很多年輕人 他的怨恨就是 為什麼父母要分開 但反而你就是經歷過怨恨 但現在你經歷過 你自己有婚姻 你就明白真的 原來不是大家都想的 是 他們都是他的無奈 是 不過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件事 因為他們在那個階段裡 是的 每一個人當你在困局的時候 都會很痛苦 所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怨恨 因為他們在失恥 是那一刻 但是當我都要長大一個女兒 我才會去想 其實他們都很痛苦 所以我很記得一件事 我回來香港 即選美後回來香港 真的做事的時候 我和我媽媽只是 本來是很硬碰的 但是我終於跟媽媽說 我說媽媽很感謝你 如果我不是破碎家庭大的 我不會那麼強 是 是不是也會影響你 然後你很喜歡規劃你的人生 因為我覺得你很早熟 很小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大人 我想其實我很小的時候 我是很反悔 我是很頑皮的 那種頑皮的就是 我是很幸運 在香港進入了一間好的學校 現在叫Merrymount 以前是Merrynor 所以我覺得 人生原來一切是自有安排的 怎樣說呢 就是 我記得我去考試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怎樣填東西 但是爸爸那時候好像在聖母醫院做 然後就認識一些姐姐 我不知道他們可能覺得我比較奇怪 想教好我 所以就收了我 而我在那段時間是頑皮的 直到四年級 我都一直是紅字最多 尤其是數學 我是一個不懂計算的人 但是有一年 我去到五年級 突然成績很好 我媽媽就說 黃大師說你終於開腦了 終於 就是很可愛的 你知道 就是坊間那些師傢 他們會說 為什麼我女兒這麼重 突然開腦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讀書也很容易 但是之前你知不知道 我是去到跨道 爸爸一看到我沒有紅字 就會請我去巨牌 然後買電子遊戲機給我玩 你想想我多嚴重 但是去到經歷了這麼多 這麼多事情 然後到自己 開始賺錢 那我才發覺原來我們人生是可以主宰到自己 我想那時候應該就是 十八歲開始了 就是我開始做電台 然後發覺原來很開心的 原來你在你的工作上找到滿足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說 當然了 你可以賺到錢養自己 你當然賺很多 錯 我們賺一百元一個月 一百元加幣 就是現在的七百元 我也是要吃我媽媽煮的飯 我媽媽是很好的 一早早是煮完全台的飯 就是早餐是她 午餐是她 晚餐是她 但是我媽媽是令到 也造就了我是一個有安排的人 我想是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我們去加拿大 她移民來的就是做投資移民 我們 就開印刷行 製造店 但是媽媽的責任心就是 我很早就要回公司 我媽媽 那我就開始做早晨節目 她會做七點鐘 開完麥克風我就回學校 她會煮完所有飯 那我就會pack飯 所以有很多在那邊 如果聽我做電台節目的 就會知道陳智青是拿了飯盒 進去做早餐的了 我是吃飯的 一早早 我媽媽是一個責任心很重的女人 她 她改變了我很多 就是 所以我現在就算怎樣忙 做事都好 家庭是第一的 就是我會安排好 早晚應該要吃什麼 那個女人應該是怎樣 然後另外一件事 我媽媽影響到我就是 我媽媽是台灣人 我媽媽是台灣人 我媽媽在台灣基隆讀書 是年年考第一 然後又進入台灣 台北一個很厲害的女子中學 我媽媽經常都說 她是豬小條美 我婆婆經常說 我媽媽是豬小條美 變成人 哦 是的 即是 你都在想 什麼叫豬小條美 我媽媽不聰明 到現在我都會覺得 我媽媽很傻 但我媽媽說了一件事 她說 聰明反對聰明 聰明的人會覺得 我讀一兩次就可以了 有時候就會有 沒有意義的錯誤 她說 因為你才 因為我自己才 媽媽說 所以人家讀一兩次 我讀十次 我讀一百次 結果媽媽每年都考第一名 嗯 即現在她這句說話 我永遠都會放在心裏 我做CE也好 我現在做企業培訓也好 或者我做人也好 我永遠都不會覺得自己很聰明 嗯 才會再有進步的空間 是不是 所以 現在我去教我的女兒也好 我經常都說不要緊 你不要去跟最聰明 或者是最差的同學比 跟自己比 總之你告訴自己 你盡力才是最重要的 是 剛才第一部分 我想都跟阿子青一起 回顧你的童年經歷 我發現到一個很感恩的地方 就是你從最初 可能不理解仇恨父母 到最後你不斷欣賞你媽媽 我發現她好像成為了你偶像 其實原來我們的青少年期 是不簡單 你都經歷過 可能很反叛 或者讀書未開竅 但是你告訴大家 其實不用擔心 可能是某個階段 你還未想得通 想通了反而可以 繼續去成就你自己 將來的一些夢想 不如這樣吧 我們第一部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個環節 再跟阿子青 繼續討論 人生當中遇到的逆境 好嗎? 我們下一部份再見 看到裡面 是什麼 買甚麼 有啊 有沒有